那三十四个了 我这一层去进去 这个过来也不可能进步走到 有的地方没去 我还是先去 画面中的86岁老人 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易久藩 自1994年退休后 他开始环球旅行 27年来共飞行161276公里 去过五大洲27个国家 被称为长沙徐霞客 年近九旬的他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自己身体状况良好 仍想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易久藩告诉记者 在每一次旅行结束后 他都会花时间写邮寄 他会将旅行的感受经历等 编写成一手手打油诗 以便自己随时翻看 目前他已经写了 约三十万字的邮寄 疫情期间 在儿子的支持和帮助下 他还将自己的经历 编写成岁月如歌艺书 印刷出来赠予亲朋好友 疫情期间 我没有出个理由 没有出个理由 我写了一本书 我慢慢地把资料 写个毛告什么 那我带额子 他的水平 被我搞成了一个年轻人 他就等我审栽 该去发育 有不单的地方 他就等我写一个 那还是什么 然后支持我的 一九番说 尽管自己现在腿脚还不错 身体也很好 但旅行社对75岁以上老人 坐飞机有所限制 儿女也担心自己的远行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 出国旅行的计划 但自己已计划 在中国的下一次旅行 并且在学习使用手机 为下一次旅行做准备 我来到发问 我来到学习的时候 对了 自己的 下来 我旅游 我拍手 我玩手机 我笔 我有空 我学什么呢 学这个手机 手机就是我的宝贝 我是最远的 其实我基本上 喝得多东西 我还是能够操作 最后我也跟着 年轻人眼的 我也不还能待见